yo this is dj 人某 哈囉各位同學 歡迎你再次收看dj人某的小學影片 那接下來我們要複習的是一元一次方程式 那在這裡為什麼要複習一元一次方程式呢 因為很多同學 其實學數學的時候 他是用莫名其妙的方式解題 然後呢 他的解題觀念就是亂無章法 反正找出一個答案來就好了 但是我們必須說求學問必須要很紮實的 不是講難聽點 隨你心情高興不高興 然後隨便做做那是不對的 那解一元一次方程式一樣 有他的章程有他的流程 那我們在這裡要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要講解題流程的時候呢 一開始第一件事情 請你要記得 反正機側的考場 只要你不舞弊 帶電子舞弊零件 或者是說 那微禁品 事實上的話 你可以準備不一樣顏色的筆 第一個你要標出條件 第二個根據你標出的條件呢 你要假設位置數 同樣的 假設位置數 假設的好或不好 其實會影響到你的計算 複不複雜 然後第三件事情是 一條件敘述要寫出方程式來 寫完方程式以後呢 你要利用四則運算解方程式 而在這裡DJ人墨要強調一件事情 只要利用四則運算的時候 不要忘了先陳除後加減 還有拆瓜糊的時候正負號不要搞錯 最後不是解除答案來 任務結束 就高高興興的回家啦 沒那麼簡單 還要驗算答案是否正確 因為有時候你寫太開心 你會忘了 你寫其實已經寫錯了 那有了這些觀念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歷屆基測試題當中 跟一元一次方程式相關的考題 YOW各位同學 接著我們要看的是 90年度第二次基測的第八題 好 我們看一下題目 題目說某地區三泉水的售價 每逢假日以特價出售如圖 若阿會假日到此地遊玩用販賣的水桶 裝6公升的三泉水回家飲用 共花了330元 則三泉水的特價每公升為多少元 A選項35 B選項45 C選項55 豬選項65 然後他把價目表給你啦 在這裡DJ人默 要先說明一件事情 當年這個考題 太慘了很多學生 因為他其實一點都不困難 但是很多學生 中了陷阱寫錯的答案出來 怎麼說呢 DJ人默秀給你看 首先我們要先假設三泉水 特價每公升是什麼 Y圓 這個太簡單 大家都會 可是下一個大家就不會了 什麼意思呢 用販賣的水桶 裝6公升的酸泉水回家 所以其實裝了幾桶 兩桶 他在這裡有個小瓜湖 容量3公升 當時很多學生 沒看清楚這個部分 結果他當作一桶就裝回家去 好啦完蛋 答錯了 特別強調 每一桶容量為3公升 好 接著我們就要列算式了嘛 首先我們兩個空桶買了以後 要付什麼 一個空桶付60塊 所以兩個要2乘以60 接著我們每公升Y圓 買6公升 所以要6乘以Y 加在一起總共付了什麼 330元 好 那我們要把Y還原回來 首先第一件事情 6Y就等於什麼 330 扣掉 兩個桶子120元 所以 買6公升花了210元 6公升210元 1公升要多少錢 210除以6 答案等於35 因此我們答案選什麼 選A 好 一樣 What should I do 如果你得了大考試疫症的時候 怎麼辦呢 第一件事情不要忘了 把你的射筆拿出來 把各個條件 畫上去 用販賣的水桶 裝6公升三泉水回家飲用 這句話畫起來 共花了330元這句話畫起來 這裡的條件一樣 水桶容量3公升畫起來 每個60元畫起來 這樣子通通列出來 你就很清楚知道說 題目 要你做些什麼 第二個 畫起來了以後 我們要以條件列出什麼 算式 好 你條件列出算式以後 接下來不是要計算嗎 計算過程當中 請你一定要記得 這題目還好 可是其他問題 很有可能會有什麼 加減乘除的符號 是混在一起 這時候你一定要注意 先乘除 後加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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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